93歲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日前陪同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一起參緒逛夜市 展現兩人好交情 而根據黃仁勳臨後 飛機軌跡來看是飛往夏威夷 2004年黃仁勳斥資750萬美元 買下貿易島一戶豪宅別墅 外界推估他是帶著家人去度假 連帶讓人聯想 張忠謀跟妻子張淑芬 過去也在夏威夷 曾買下一棟私人別墅 每年農曆年都會固定飛去度假 現在傳出別墅要出售 根據交易資料顯示 夏威夷別墅是張忠謀 跟張淑芬共同持有 去年五月以三百八十八點九萬美元 大約臺幣一點二億元的價格出售 高檔社區總面積約六百坪 四房三位有廚房餐廳 跟無邊際游泳池 在社區盡頭隱密性高 能一覽檀香山的海岸線 2017年張忠謀還在泳池 判跌倒 消息讓外界震驚 當時張忠謀夫婦倆從夏威夷回臺 還首度同意媒體拍攝反國畫面 而張忠謀的傷勢能好得如此快 他全歸功於妻子張淑芬 再在顯示兩人間諜情深 如今讓張忠謀夫婦倆流連忘返的 夏威夷別墅即將出售 臺灣會是張忠謀退休後 最愛的首選定居地 下輪新聞許照 我喜歡台北採訪報道